好久沒出過片 YouTube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最近我在6月底放了一個大假 這個大假是我移居一年多以來的首次 甚至我會說是自疫情起 第一次做一個大休息 就可以去娛樂一下放眾自己 還有可以放慢生活步伐去細微生命 自從我移居了泰國一年多 我非常之感恩非常之慶幸 真的沒有選錯地方 這裡的人是很友善 很有禮貌 近得多他們自己的磁場都會提升 都沒有那麼負面 不是說我本身很負面 但是我很吸引別人的能量 所以在香港真的有一點點特色 再加上這裡的節奏很輕鬆 還有就是生活成本是其低的 香港最近又閃亂了 連續三年四年 全地球上全球地球上 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尤其是現在這個市道這麼不景氣 然後租金又不是減少了很多 然後我對比之下 我望望自己擁有的 自己賺到的 真心感到很幸福 甚至大口氣一點 其實可以退休 但是做人也不要這麼大口氣 我才33歲 這麼快就說退休就接福 還有說真的 我性格都不像會喜歡退休的人 但是我退一萬步 但是半退下火線 或者半退而不休 我相信如果要做這個決定 也有應有餘 然而聖經都說了 人藥賺得全世界又如何呢 什麼賠償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麼益處呢 放心 我不是自己身體出了什麼問題 我很壯健 但是我想說 當基本的生存需要被滿足之後 那些經濟條件如果都是舒服的話 尤其是我過了這趟旅行 我開始去世美生活 人就會更加往上去prioritize 不同的需要 在一些基本生存需要之後 例如什麼的需要呢 例如是心靈的需要 自由 如何去實踐理想 那就會去 即是想在這些地方 拿回多些滿足感回來 去達成自己一些 比較叫做 所謂高尚 更高的目標 以上我所說的 全部都是一些我 生活最近發生的一些背景 但是事源 有做一些很precise的事情 那就再觸發了我一些想法 那原來最近呢 我的語言又準了 但是這些語言呢 我就是放在patreon那裡 那 準到怎樣呢 是這頭講完 那頭一個月之內呢 就不停地中 中到半半聲 那還夠了其中一個patreon的付費會員一家 那是詳情的圖畫 你們可以去看看這條片的片頭那裡 那個真實好評 那基本上 其實就是我救了他們 我救了他們 即是救了他們 從飛機的意外 那 我又不想說到 不是我自稱救了他們 還有我都 真的我又覺得 不是說去到夠那麼嚴重 但是這個是客人的說法 那我就引用回這個句子 這個字詞 好 打完一下 那 大家其實注意到 在這個 春末下起 是不是 很多飛機以外 OK 那有些實際是死亡人 是不是 記得最早期那個 什麼新加坡航空 在什麼 緊急降落泰國 然後搞到 那個男人心臟病發 是不是 那 這些通通的飛機意外 是出於何生象呢 有什麼解救呢 那 是不是代表說 我來今整年都不能坐飛機呢 什麼時候才安全呢 其實這些東西我在Patreon之內 就早已明言的了 好 那 還有 容許我繼續打殺下去 你知不知道這個 2024 so far 我起碼 已經中了25 飯 野 就是我的語言 注意 是25飯 不是25羊 不信 你可以問Patreon 那些付費會員 是上至天文 下次地理 再到人民社會經濟科學 深入各層面 25個不同 但是很precise的範疇 是中了 而且每範 中的不止一單半單新聞 而是很多 質事事實況 例如這個 飛機 或者很多 那些失事 或者那些機場 很多濕製的 只是其中一飯 而你可以看到 中的那些新聞 不是只有一單半單 是 你看到 這個5、6月一直在 不停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真心講一句 我不是誇大 如果我真的學 李承澤 去出運程書 說每年的什麼 2024、2025 我中了什麼 而引發的討論 肯定是均動全港的 好 打完筆 自從我 救了 救了客人一家之後 我就在想 咦? 如果要收費 才可以去救到人 是不是有為我的初心呢?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現在的語言 是放在Patreon 是付費會員專項的 他們要付錢 才可以享用我的語言 然後 這次的個案 就救了他們一家 但是 咦? 如果以後這個 trend 不斷持續的話 那就是 簡單而言 那個邏輯就是說 救人要收費 那我就覺得 咦? 聽起來好像不是那麼好 是吧? 任命來的嘛 還有接下來 我將會預言一些 不是說預言 但是 是講解一些 還有給一些 solution 就是 抑鬱症 和自殺 那我們又跳回頭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踏入2023呢 已經特別多抑鬱症 和自殺 呃 你當然你可以 從你身邊的人 是的 身邊有沒有人自殺呢? 但是我們 最 最出名 就是我們最容易記到 就是那些明星 是不是? 就是這些東西 一定會上 頭條新聞的嘛 那 在 上年 2023 或者 今年2024 是的 有些什麼明星 其實很多的 我想說 我自己 我自己 我 我已經有個 album 是 save dice 這些東西 我之後會放在patreon 說 首先一定有李敏 我們一定記得李敏 然後台灣 台灣之前有 澳門的梅勒 然後 香港都有好幾個 雖然他們不是說到李敏 那麼出名 但是真的忽然之間很多 我想說 原來用聲像去解釋 這些什麼抑鬱症的事實 跟水瓶座裡面的冥王星是有關的 幸好現在 在我出片之際 現在7月6日 20247月6日 冥王星就在逆行 快將回到摩傑 但是當他又走回正條路 去再入水瓶之時 就一入水瓶不復返 不會再回摩傑 而且冥王會一直在水瓶座 長達超過20年 這二十幾年的光景 只要你是生在地球之上 作為這個地球上的人類 你就會活在情緒病的陰霾之下 那麼你問有沒有避兇化解之法呢 是有的 聽著我是說化解不是說醫得到 說真的 因為我說醫得到你都不相信 醫生都沒說得我何德何能呢 但是會有一些方法盡量幫你去避 會有一些貼士去教你 那你怎麽不去撲行這個火啊 不去吹發這個火苗 那這些就叫做化解之法 那本身呢 我都是打算把這些東西 放在Patreon那裏 就付費會員專享的 但是經過這次這個飛機事件之後 那我就覺得 喂其實 真是救到人的命啊 這些 是不是不是純粹說 有些元學知識分享一下 大家在這裡圍勞 是真是救到人的命 這些錦囊 我就不想思有法了 不想付費會員專享 我想免費去分享給大家 否則呢 其實說真的 不只是一個 道德上面聽起來不是那麽好 是不是呢 我救人要收錢 是不是 其實說真的跟我 本人那個靈魂占星的課題 就是靈魂占星 大家很熟悉的Service K 跟我今世的功課 其實都不是那麽對機 OK 然後 又說 你看一下現在香港這個經濟環境 是不是 差到這樣 雖然那些高官 個個都在否認 又說什麽經濟回到正軌 大家心照 所以說真的 我現在在泰國的生活背景 我現在過著生活 然後最近發生了這些事情 然後香港的這個社會 那我就想說 其實說真的 付費會員就是 我 有想著 廢除的 OK 因為既然錢那些 我真是這邊救仔救生活 而想回香港的同州人 如果 你的條件是 暫時不夠的話 那說真的 不收錢對我來說 就不是問題 那但是呢 所以說 可能你會聽到敏陣 你會說 你不要在這裡懶清高 假裝到 事前才餘睡肚 那你問我有沒有思心 其實我就是有的 話說 但從2022年尾開Patreon以來 我每一天都是充實了三倍以上 搞到本來我以前是六天工作週 都要變五天 不休息多天都不行 但我仍然都是每逢工作天 都會更新Patreon的內容 即是你說我不是很不惡得 誰敢說我偷過欄 因為說真的 我就是論勤力論責任心 我夠膽說自己 排全港頭十之內 甚至乎有些會員 他都有付費看其他的 在Patreon之上的正論KOL 包括什麼蕭先生那些 這個會員都讚 是我 我塔尖亂南才出得最頻密 最有心 最足料沒有水分 不是說純粹在那裡抽水 在那裡客氣 我是明顯做過研究的 還有你試想一下 人家有些大顆KOL 什麼蕭先生 人家有團隊 我自己塔尖亂南 我一腳踢的 還有何況 我不是全身做Patreon 我都 還有繼續幫人去占卜算命 還有我都要生活 還有我現在越來越熱愛生活 我放完大顆之後 我很熱愛生活 我想去占卜多些 所以其實我的私心就是說 我想減低Patreon的工作量 我想去放棄這個收費 去換取自由 我想享受生命多些 真的叫做半退而不休 還有說真的 我最近這個放大顆 你說我是不是完全占卜 我不是完全占卜的 我只不過是預計好先的內容 然後預計好 每天就出一張帖 確保每天 那些付費會員都有看到 所以其實我沒有真正休息過 我只是把工作量推前了 在我睡大覺之前 就忙到飛氣 所以這件事就令我滿然驚覺 這個Patreon的付費會員 就是北歸路來的 如果某一天 我要再來一趟大旅行 或者我要修行 尤其是我現在在泰國 我要去出家 那這一段時候 我便出不了 或者如果我又要繼續出家 我又要迫自己 之前做很多準備功夫 或者不要說到那麼遠 出家做和尚的事情 如果我現在想去健康 我想做多些健康 那 便會把我的一些時間 還有說真的 我真的想去做多些健康 因為早前已經有很多人說我太過瘦了 所以最近我都已經吃了多些東西 還有還有多些健康 大家可以放心 我現在是多一點肉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一直看Patreon的東西 我就沒有時間去達成我生命裡其他的目標 沒有辦法去提高生命其他的優惠 還有不單止健身 我還要去專注去多些做教育的東西 OK 還有又不說到那麼遠 尖聲班 即是已經說到後都臭了 我想搞定這個塔羅班的Part 2 這件事 也都一直在指紋流帝向 我都感覺很抱歉 因為我在那時候 什麼時候 2022 七一 搞了一個塔羅工作坊 但是那個塔羅工作坊 雖然三個小時 但是都說不完 所以就一直會說有後續 就是想現在去搞這個塔羅班的Part 2 還有如果你細心 你會留意到 上次那個2022七一 我是叫塔羅工作坊 但是今次我會叫塔羅班 班就是Class 為什麼呢 因為今次 因為工作坊是有一個比較interactive 還有一個去接觸 認識一下的性質 但是今次這個班我教的東西 是真的會是 更加是應用到到實戰那裡 所以這個塔羅班 或者叫做上次的一個後續 Part 2 我很希望真的今年2024 就不要再指紋流帝向 我真的希望去搞定它 但是現在我Patreon的工作量 如果我還要去預備 今次塔羅班Part 2的那些材料 那我就會爆心苦 真是分心佛術的 所以我是想一小做二不休 不是一不做二不休 是一小做二不休 我的性格呢 就不會完全不做的 還有說真的 我還有很多 大把的寶貴資訊 其實我神祖準備完了 已經有了大功 有了福稿的了 我已經有個list 我知道我來Patreon要出什麼 topic了 出到年尾都夠了 所以我不會說之前準備好東西 就一下子去捨棄了 但是我想去少一點做 我想慢一下腳步 不是停一下腳步 不再天天去搶自己出post 加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經常都說自己升盤的market能量很強 雖然我不是太陽market 不是上升market 但是我有其他很多很強的market 是的 那我會take我的commitment so seriously 所以我不想忽然之間一句 就跟大家去說bye bye 或者我忽然之間去減產 我現在答應得每一個付費會員 我天天都出post 但是如果我忽然之間說一句 忙啊 好忙 我要去搞生命中其他東西 然後減產 但是又收得相同月費 那些付費會員都不肯了 所以我想索性不收錢 因為只要免費不收錢 我每一次出post 就不再是基於承諾責任 commitment 而是一種叫做愧陣 那就可以減輕我的工作量 就算我真的減產 都不拖不欠 不會收到投訴 還有事先聲明 我現在不是patreon做不行 而是做得非常之行 做得太行 到我想急流涌退 實際數字是機密不公開 但是你未自己算 你看一些透明的資料 patreon的基本級別 還有是基本360級別 我都不是再說 那個也事基本級別 另一個叫做新的層 我講舊的層 長期都 sold out 還有算命排隊人數 早已經突破了700 我由開patreon以來 排算命人數 突破了700 這些資料很透明 大家有眼看 所以換句話說 我今天是想去搞這個付費會 就是這個免費的offer 我不是要去做什麼黑土 不是因為我要去做不定 要去降格 是會附帶條件的 何況我想說 我們回想一下 我第一次開patreon的原因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一直以來 太過 真的 我不是說自己賺自己 我太過大方 太過寬鬆了 經常在這裡 帶禮送街坊 搞到一些人 還有我要註明是香港人 很不承認 為什麼要註明是香港人呢 或者這麼說 我沒有一足夠打死整個船 香港人 但起碼網民 還有註明香港 例如特別有對比 例如對比台灣 你看一下這個網上的生態 香港網民 vs 台灣網民 你可以感覺到 香港網民 一向是很計較的 例如去按讚好你的帖 都放死去虧給你 又不會去留 review 又不會去讚你 又不積口得 又不認識 就是因為受救 我先去開patreon 正所謂商業世界 明買明買 所以如果我今天走回頭路 還要是無條件地去 重新免費開放 這些這麼珍貴的資訊 那就肯定不會被人 appreciate 所以我決定 我是不會再主動 抹大你的口 說你吃飯 不會主動去提起你的手 幫你去穿衣服 因為既然已經是免費 我還要去 去黑去浪費什麼都好 別人只會不 take me seriously 所以那個條件 是說什麼呢 比足一個月 在7月31日之前 如果我的patreon 總訂閱人數 記住聽清楚是總訂閱人數 即是說什麼呢 不論付費與否 超過404千人 從此以後 我patreon的神掌原學資訊 就可以去免費公開 也希望可以因此 免費地去救到更加多人 好 這條片太長了 更加多的詳情 我放在下條片再說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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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